请帮我们按个赞 国防部认为两岸情势紧张 所以要修权动法 但国防院的国安所所长 沈明氏 他去接受了绿媒的专访 他大赞赖清德 口差经验都大胜蓝营的选将 问题是 在国防部的预算 国防院的预算是国防部的预算 结果公开为民进党的候选人 去参加这个媒体的专访 去帮他加职 如果连破化台湾防御蓝图的 满脑子都是意识形态的话 那我们真的能够相信 这个权动法官制媒体 动员学生的背后 没有选举考量吗 红伟 因为这个沈明氏 他参加的一个 是一个网络直播节目 那这个直播节目呢 是三立的前政论节目主持人 廖小军所主持的 那照理说呢 你今天去找一个 国防安全院下面的 国安所的所长 那想当然应该谈一些国安问题 请问一下你怎么会去谈总统大选 你怎么会去谈总统候选人的特质啊 因为你知道吗 他就大战说 还很直接哦 说赖清德呢 比这个侯友宜 比郭台铭 说什么论述都强啊 经验又好啊 口才又好啊 你会不会觉得很错乱啊 今天这个是国防部下面的国家安全业 第一个你是拿公堂 第二个你就算去上节目的话 你不是应该去谈一些 有关于国防安全 你相关的论述 你是选举专家吗 你是认论节目主持人吗 那干脆小董的那个什么 就让你抢过去去主持好了 你不觉得这个是完全的错乱 好请问一下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 你知道呢 国防部只说 跟他讲说以后不要再这样了 就算了 就算了耶 所以你知道现在 有所谓的行政中立的问题吗 当然没有行政中立的问题啊 成绩中缺蛋缺的要死 二月份是最缺蛋的时候 结果二月份 他做最多事情 是去帮蔡培会去辅选 所以你真的会觉得 如果今天 真的啦 我真的觉得如果三月四号 就这个星期六 那么这个南投的补选 可以让赖金德这个再 就下一层 就是等于说他取得 他当选这个 民进党主席的胜利的话 那我真的觉得 你缺蛋算什么啦 陈忠彦的这些 什么丑闻算什么啊 都不算什么嘛 因为他们会赢啊 你看他都可以做到这样子 可是我奉劝你 沈明氏你可能抱大嘴抱错了 我们刚刚刚才在讲这个 这个权动法 推到极致 搞不好就是停止选举啦 来 请等没有机会选举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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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